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东战争如何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随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伊朗的反击 地区局势越发紧张 全球经济的未来悬而未决 过去的瓶颈被打破 油价飙升 供应链危机的风险日益增高 这一切都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漩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 揭示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的脆弱性 冲突的阴影将持续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 油价的波动将进一步扰乱全球市场 影响到消费者信心和企业投资决策 甚至可能引发羊群效应导致市场恐慌 再加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微妙的政治博弈 未来局势可能更加复杂 而且随着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瘫痪 尤其是在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需求 一成放缓趋势 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全球经济的韧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东地区日趋紧张的局势 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们的内容主要基于来自于南华早报 ABC新闻和每日电讯报的综合报道与分析 最近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 特别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 以及伊朗的反击 这一系列事件正在改变该地区的权力平衡 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衰退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表明 中东和中亚的经济体在冲突中遭受到的 长期负面影响更为明显 即便重大冲突结束十年后 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仍低于冲突前水平约10% 在此背景下 伊朗发起的导弹攻击使得油价自10月初以来上升约8% 这种油价的飙升和供应链的中断 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波斯湾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地区之一 其7个国家的原油产量占据了全球总产量的约三分之一 如果中东的生产和运输受到破坏 世界银行预测 今年仅有2.6%的全球增长率将面临更大风险 而这种增长率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石油运输的脆弱性 例如胡塞叛军对红海商船的攻击 凸显了如果冲突扩大 尤其是涉及重要石油运输通道 如霍尔木资海峡将带来的潜在危机 这将导致全球供应链瘫痪 影响能源和商品的供给 进而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同时尽管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增长在未来几年内可能放缓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的兴起和能源转型的驱动下 美国及美洲的石油产量预计将超越全球需求 但中东持久的战争可能逆转这些趋势 导致油价极度不稳定 根据标准普尔全球经济学副总裁的分析 净能源进口国 尤其是那些依赖中东石油供应的国家 如欧洲和亚太地区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这种波动将削弱投资者信心 抑制消费者支出 并迫使企业放慢扩张计划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指出 在市场不确定性下 人们往往表现出羊群效应的非理性行为 这可能引发市场抛售 导致全球经济进入收缩期 以色列的海上天然气田也面临潜在攻击的风险 这不仅会影响到埃及和约旦也将对欧洲造成影响 天然气的长期中断将使北半球的市场在冬季面临挑战 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 导致主要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其货币政策 当前的局势还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其经济放缓的迹象将因中东的持久战争而进一步加剧 中国的挑战在于其经济民族主义和房地产行业的崩溃 这些都需要克服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 ABC新闻的分析更深入探讨了油气价格的未来走向 尽管中东局势的升级使油价短期内上涨 但长期趋势看跌 因为供需关系已向供应倾斜 例如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OPEC家组织一计划增加石油供应 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 尽管油价出现波动 但专家预测这种上涨可能不会持续 特别是拜登总统和以色列官员的讨论显示 对伊朗石油设施的潜在攻击仍在考虑中 但实际行动未必立即发生 最后 来自美日电讯报的报道揭示了中东局势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博弈 拜登总统在一场记者会上提出 以色列可能通过拒绝达成停火协议影响美国选举 并强调了他对以色列的支持 这一言论在美国政治圈引发广泛讨论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背景下 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在这一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 他试图在支持以色列和呼吁停火之间走出一条细线 这揭示了以色列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敏感性 尤其是对那些希望看待加沙冲突的选民来说 综上所述 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也凸显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局面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这一问题将如何影响候选人的策略和选民的选择 无疑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东战争的升级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 首先油价是全球经济的基石 而中东地区是全球原油供应的主要来源 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 供应中断 油价必然飙升 这不仅会增加能源成本 而且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历史上如1973年的石油禁运 就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危机 楚天书 你这个观点有点过于悲观了 首先 现今的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多样化 美国和其他非中东地区的产油量显著增加 这意味着即使中东的供应受到干扰 全球市场也不会像1973年一样那么容易崩溃 而且 在过去几年中 全球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也在上升 逐渐减少对石油的需求 谢琪琪 我们不能低估中东的影响力 虽然美国等国的石油产量增加 但中东仍然掌握着关键的石油储备和运输路线 如霍尔木兹海峡 这些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 无法被其他地区取代 一旦失控 全球市场的信心会受到严重打击 投资者信心崩溃 这就像丹尼尔 卡尼曼所描述的羊群效应 将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经济危机 楚天书 你所说的羊群效应确实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代经济体系的韧性 虽然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小觑 但全球经济已经展示出一定的适应能力 比如 即使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 全球经济也在逐步恢复 投资者和市场可以在多元化的供应员 及技术创新中找到缓解措施 但尽管如此 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 不同于疫情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 甚至是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动摇 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 可能会延烧至更大范围 促使其他国家加入 这将不仅仅是石油问题 而是牵涉到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风险 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战争有其潜在的严重后果 但是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 我们应该更注重于多样化供应和可再生能源的推广 这些可以作为我们从根本上减少对中东石油依赖的长期战略 毕竟 现代科技和国际合作的力量足以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